农民老罗在田地里种了12排胡萝卜 每一排都有6个胡萝卜 老罗一共种了多少个胡萝卜 让我们画图来解决 画出6个胡萝卜排成一排 一个胡萝卜 两个胡萝卜 三个胡萝卜 四个胡萝卜 五个胡萝卜 六个胡萝卜 每一排有6个胡萝卜 这样的胡萝卜一共有12排 我们也一起把它们摆上去 这是第一排 然后第二排 第三排 第四排 第五排 第六排 第七排 第八排 第九排 第十排 第十一排 第十二排 一共有12排 每排有6个胡萝卜 我们可以在这张图上一个一个地数 数出一共有多少个胡萝卜 但是这样太过复杂和费时间 当然 我们也可以用乘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胡萝卜的总数应该是12个6相加 也可以写成6乘以12 大家如果对之前我们学过的含有12的乘法有印象 应该知道这个算式的成绩的结果是72 因此农民老罗一共种了72个胡萝卜 第七排